正是因為漲學費政策都讓全民憤怒了,對不對? 對! 我現在大勢安就已經背負了20萬學貸 剛剛我畢業後可能就會有60萬的債務 油電雙漲,薪水不漲 但是我們所有的東西物價都飛漲 教育應該要回到公共化的主軸 才有可能讓教育回到它原來的意義 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能夠脫貧,能夠自我實現 我們要求政府要拿出魄力 不要只會拿小老百姓開刀 要求課增資本稅,擴大教育費 我們會把你們的意見納到我們後續的整個評估裡面 我們一定會把大家的聲音納到我們的考量裡面 謝謝大家 說到學費的議題,我們每年都在抗議 今年3月才來這邊抗議過 就在要求要檢討學費的政策 原本今天早上要舉行的公聽會 卻在昨天下午喊咖 公聽會本來就是一個能讓民眾發聲反應民意的地方 卻臨時喊咖 這代表什麼呢?代表學費調漲的政策過程 過程非常的粗糙 最後竟然搞的是公私地大學全部都要漲 全部都要漲 然後在人人喊打的情況下呢 又緊急宣布停止 教育部根本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對不對? 對! 現在學生,然後又要漲我們的學費 然後我們又是貸款 然後我們又想要讀書 然後想要把一些專業學好 可是我們又要出去打工 然後我們又要為了我們自己的生活費著想 然後我自己又不是台北的小孩子 我從中南部上來讀書 然後我要付到我自己的房租 付到我自己的生活費 這樣如果又漲學費的話 這樣就不是很不合理 我們國家學費太低 其實它二十年來講的都是同一句話 但我們學費已經從二十年來 就是已經翻了一倍了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公立學校 公立大學跟私地大學的學費 就是相差一倍 但是公立大學跟私地大學就是 我們或許可以強的跟你講說 公立大學的學費目前 或許不算是高學費 但私地學校的學費肯定是高學費 但我們政府想的事情 不是如何把私地大學的學費降低 而是如何提高公立大學的學費 也就是說它一開始就沒有想到 要維持低學費的政策 而是想要把學費政策 往高學費的方向走 我想每年到二月或九月的時候 就是我們最頭痛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們要繳學費 兩個小孩子如果讀一個私地大學的話 我的學長會就要十幾萬 那外面吃住呢 現在我們又失業了 那些高官 他們領這麼多錢 可能沒辦法感受到說 我們這些做家長的壓力 或許他們會講說他們有學貸 但是學貸不用還嗎 現在你們畢業以後就是失業了 那你們又背了一大筆的債 現在在這高失業率低收入的情況之下 想想看大家的壓力有多大 台灣至少有40%的家庭 他的年所得是55萬以下的 請問這些窮人子弟能夠讀書嗎 一進大學書就被學貸 一畢業書就負債 所以我們認為教育應該要回到公共化的主軸 才有可能讓教育回到他原來的意義 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能夠脫貧 能夠自我實現 就是被學貸被學費的壓力壓得喊不過氣的人 教育部根本不想要聽你講話 因為他們認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漲學費 所以他們不願意跟你溝通 那我們在會場裡面總共22個人 他裡面透過私下的方式找了兩名學生代表進去 那我是其中一個 但是當我們在會議裡面認為說教育部的方案實在太誇張 他根本就是只想要為學校解決財政上面的困難 沒有考慮到學生的負擔 我們跟他講這個希望他根據政府就是去考慮有沒有可能降低學生負擔的時候 他給我們的回答是說我們已經就是打電話去財政部問了 他們說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解決 那但是我們認為就是說其實這個政府並沒有真正為學生為人民就是仔細思考 他們只是在官僚的機器裡面就是尋找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法 請問你們願意為我們承諾嗎 這是這些我們的方案 我們會把你們的意見 納到我們後續的整個評估裡面 我們一定會把大家的聲音 納到我們的考量裡面 謝謝大家 不能決定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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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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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發現就是出來教育部的官員 承辦官員只會說把意見帶回去 並不能為我們承諾 好那我們就請官員請回吧 就是我們還是居然在那邊要求 我們部長希望能夠出來接受 是不是我把你們承諾書帶回去 簽名 簽名 我們希望還是由更高層級 部長或是司長能出來為我們簽承諾 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們的意見我還是會帶回去 部長出來 部長出來 接下來我們把承諾書試毀 把承諾書試毀 發現他既然 既然無法出來接受我們承諾 我們也接不去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承諾書試毀 我唸的學校是清大 就是他也是一所五年五百億的大學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的大學 儘管他收到了這麼多經費 他有真正用在學生身上嗎 其實沒有 他的經費有因為接受了五年五百億 然後就變得比較寬裕嗎 其實也沒有 我們的國立大學 對我們前面的學校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追求跟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大學一樣 能夠收多少 國家的教育經費就收多少 然後他們想要的也不是真正為 就是我們這些學生也不是真正為這個社會的前進著想 他們想要的事情只是想要讓自己的學校變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前面而已 我們學校在昨天他就通過了 兩個新的研究所 還有一個新的研究中心的成立案 但是問題是 就是這些研究中心跟學生有什麼關係嗎 其實沒有 因為他們有些是產學合作的研究所 然後有些是專門用來招收外國學生的 就是當我們的學生在自己的學校 都沒有辦法討論我們學校的經費要用到哪裡去 大學發展跟學生幾乎完全沒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相信教育部說我們可以漲學費 而且每個學校都要漲 這件事情一點都不公平 現在大學的各種的專案性的競爭性的補助 公不公平 不公平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預算 只成就了台大近百大的虛名 對不對 犧牲了90%以上的學校學生的受教權 請問合理嗎 不合理 所以教育部要立刻檢討 並且停止這種錯誤的經費分配方式 就是專案型的這種補助 包括頂尖大學計畫 卓越大學的計畫 把這種補助回歸到每一個同學身上 對不對 對 我們台灣的政府 在教育的經費上面 要繼續削減 要繼續削減我們的教育經費 犧牲台灣受教學生的權益 也要加重台灣勞工家裡的負擔 大家說這是我們希望的嗎 不是 勞動的一個彈性化 其實就是讓我們學生一出來 其實除了是被低性化以外 其實根本就還不完這些貸款 國家的政策都是往富人跟企業傾斜 所以課增利 資本利得其實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也希望讓這些青年學子的受教育權 是能夠被平等的對待的 要求我們的國會提出修法版本 課增資本利得稅 課增教育權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樣子台灣的教育 才有可能回到公共化的軌道上面來 大家才會有好的受教品質 就是台灣在這20年來 就是我們在走產業轉型 就是雖然企業的走向產業轉型沒有很成功 但是他們其實已經享用了大量的大學生便宜的人力資本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沒有付出相應的代價 他們就是長有 就是我們經濟成長大部分的果實 然後大概讓勞工階級的人付出更多 就是個人的 就是包含生活費支出 然後還有教育費支出 那其實這點就是對我們的 就是社會的階級流動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如果企業如果他一天到晚就喊著說要產學合作 然後要用就是讓我們大學的那個就是更有效的話 那其實就應該要付出相應的投資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投資必須要透過政府當中介 而不是讓企業直接跟學校媒合 因為讓企業跟學校直接媒合的話 產生問題就是學校會變成就是資本家的工具 但我們認為政府其實應該要在這裡面用課稅的方式 就是調節這裡面的勞資平衡 然後讓我們社會更加的就是 就是能夠更往前進這樣